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假动作 首先我们拿大拇指顶在正宽面上 把球拍从后向前挥 击球的一瞬间把球拍稍稍的朝外侧 也就是我们的右侧倾斜 瞬间的再把球拍向外摆 那么整体还是连削带打 在击球的一瞬间增加削球的感觉 要击到球的左下侧 使用时机还是对面封网球员 在右半区时挡完远网抓推时使用 那么发力方式还是小臂带动手腕手指去发力 那么削和打介入的比例 还是削的越多打的越少球会越近 比如落在往前 那么削的越少打的越多就会飞得更远 比如说落在中央